面对妻子的步步紧逼 龚先生几乎是用逃离的方式离开了密室 离婚似乎已成定局 调解团队认为 即便是分开 也不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 于是廖喜玉和赖德伦 带着龚先生和张女士再次坐在了一起 调解团队的努力 会为他们的感情带去转机吗 漫长的密室结束后 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呢 密室结束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来为当事人现在的想法和决定 我是坚持是说离婚 如果你不同意协商离婚 我就起诉离婚 就这么简单 虽然她说那个 但是我心里还是 接着不了现实 说实在的 给我机会 我会好好爱她 我会改 我会改 一定会改 我当时你们这么多人的面 我一定会改 我很有信心 首先到了这个现场 我们愿意选择相信你 但是陪伴你 经历过你的伤害的人 没那么容易相信你 那么我说一下 龙先生 一个自杀 一个怀孕七个月 莫名的离家出走 一个结婚半年 强烈要求离婚 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 就你一定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心理老师 做一下专业的心理治疗 对于你来讲是很必要的 当你是对于龚先生的这个心理障碍问题 你欠缺包容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 或者是那样情感方面的一些障碍 那么这些障碍 因为配偶的包容而走得顺利 如果不包容 那么很多婚姻是走不下去的 所以你单纯就靠他改 即便是他真的改了 你们之间这个幸福 也不能长久 这个是我提给你的 所以 随后送您一本书吧 很多问题相信你们解不了 也有各种的心有不甘 但希望你们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好不好 好的 调解结束了 走出演播厅后 龚先生向妻子提出 想要将之前签订的协议作废 这个要求让张女士怒火中烧 我这张协议上面对你没有半点任何的要求和不利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没有 我说不要 协议被撕毁了 龚先生在妻子心动的形象也一定被撕毁了 龚先生为何会这样破冠破摔呢 也许我们能从他离开之前说的一番话中找到答案 在老家的时候那么好的把每个月也八九千之后三万块钱一个月 叫他跪他不愿意过去 现在叫我过来 我过来了以后 现在我一个人搞成这样子 什么都没有 工作 车子 老婆 什么都没有 四个月时间不到 龚先生的话里透着悲凉 几个月前 他辞去工作 背井离乡 奋不顾身地扎进了甜蜜的爱情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我们希望龚先生能够明白安全感不在伴略身上 他的情感之路坎坷 屡次遭遇不顺 也让他变得患得患失 非常敏感 我们希望他正视自己的情感选择 调整好心态 先做好自己 阳光地面对选择